一块能撑两天两夜 军用压缩饼干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呢 放到水里去煮 结果让人太震撼了 一般情况下 人体未排空的时间在6到8小时之间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顿饭可以扛5到6小时左右 之后便会感到饥饿 那么军用压缩饼干为何体积那么小 却蕴含着如此高的能量呢 首先 压缩饼干的主要原料是小麦粉 要经过膨化作用压制而成 吃起来口感香酥干脆 不像普通饼干一样容易吸水变软 在经过压制以后 压缩饼干的质地变得非常紧密 就算运输过程中四处碰撞也不会碎 而军用压缩饼干和普通压缩饼干的原料 其实都差不多 而不同的地方有三点 第一是质地不同 军用压缩饼干的质地更为紧密 以至于你用力将压缩饼干拍在桌子上也没事 通过添加膨化剂 让饼干的含水量减少 不易吸水 让它在同样的体积下拥有更多的能量 这也是军用压缩饼干更抗饿的主要原因 民用压缩饼干为了考虑销量 可能会为了考虑口感 口味而减少压缩的程度 而军用压缩饼干则是要以最小的体积 最大的能量为受药前提 并且还会在其中添加大量蛋白质及维生素 可以让战士们的体力得到极大的补充 拥有更强的饱腹感 而有趣的是 为了测试军用压缩饼干 有人还专门将压缩饼干放入热水中去煮 结果半个小时过去 压缩饼干依然没有融化 这一讲你明白 为什么军用压缩饼干这么厉害了吧 但肠胃不好